中部普遍你能看到白人其实生活也不是说我们想象的都是什么大房子呀 号车呀 其实还是有很多很多白人是生活在底层的 对 对 很多人 而且我觉得跟他们的生活习性啊 其实很多时候是分布 开的 跟个性一样 跟中国人是一样的 反正就是性格决定的命运 对 然后Michael也说 我也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 反正就是找了一堆借口 说自己又出车祸了 车子又坏了 他给我们看了视频了 确实车子坏了 然后又生病了 要住院了 就各种借口理由 然后我就后来我就把他账截他 我多截给他的几十块钱 因为我觉得他们家其实就靠他一个人要养四个孩子 三个孩子 然后他老婆 我觉得好像很辛苦 你知道我一个月才一千块钱 要养这么多人 然后我就多借给他几十块钱 我说你随时回来都可以 我们还是就是接纳 然后但是作风还是没有回来 那我也没有去跟他联系这样 下一个Zack 对 他其实是一个推草师对吧 推草工 也是在餐馆认识的对吧 至于怎么认识我不是很清楚啊 就是帮我们割草啊参加个草 后来也是让他过来做司机做外送 因为我们另外一个这个中国司机走了嘛 那段时间其实还稍微有点忙的啊 然后他这个人呢我觉得挺奇怪的 反正话不是很多 你跟他说什么哈 至少我是这样的 他就点下头 他不跟你多说什么 也不交流什么 然后整天也不笑 也是很颓丧的一个人感觉就是 打包呢也是好像学不会啊 对他们这个美国人来说 打包是个非常非常难的一个工作 怎么学都学不会啊 这个人他也是家里好像有四个孩子 对 老婆就在 最小的孩子 老婆也在家里就是带孩子嘛 没有工作 过得很辛苦啊 也是个白人 他好像精神上有一些问题 总是跟我请假说他要去看心理医生 我平时看他呢 就觉得好像这个人说不出来是什么感觉 话不多 然后那种颓丧的样子 看了就是反正也不想跟他多交流 觉得有点像衰神附体是不是 对 霉运连连的感觉 对 他就是每次到跑来问你这个单子该不该我送 这个单子该不该我送 然后到后来他自然也就不来了 因为他说这个他好像精神上心理上有些什么问题 其实我觉得他不来是对的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他其实做这个工作做的 我觉得他不是做的很开心啊 而且他做的也不是很好说实话 但其实我跟他是有一些交流的 我在认识他第一天的时候 就试着跟他多说几句话想了解一下这个人 他就跟我说他很不开心 生活压力可能大 我说那可能就是小孩子还太小 因为他才24岁 然后就已经有四个小孩 最小的才六个月大 那其实真的全家的单子 要压在他身上是蛮辛苦的 然后第一天我跟他短短的聊了几句 我是觉得这个人可能就是生活压力大了 有点抑郁症吧 就没多想 然后他就去看医生去了 然后第二次在跟他聊天的时候 他问我有没有我不用的化妆品 或者是过期的化妆品 说你要这个东西干什么 他说我是一个准备要变性的人 我说你不是有未婚妻吗 他说对啊 他心里是个女的 对那个样子很扭念你知道吗 然后他就说我就是没有多余认识的女性朋友 我就想找你或者是你妈妈要一点化妆品 我想自己在家里面多练习一下 我当时就有心里面怪怪的 你说为什么这个地方的人 这么多人都想要当变性人 对啊 对说了这个之前还给Ninson 算了那个就不聊了太多了 对然后我就跟他打哈哈 我就过了这一篇 我就不想说我回家找找看吧 有我就给你没有就算了 然后这个事情到后来 我跟他老婆 因为他没有来上班之后 他老婆Niko也来我们边上班 因为一家人所有一个人要挣钱嘛 对 然后我就有次跟Niko聊到 我就说你老婆要做变性人你知道吗 嗯 他说有吗 我说他跟我说的要什么什么什么 他说你支持他 我说然后那个Niko说我是支持他 但是如果他真的去做了这个手术的话 我就不可能再跟他在一起了 嗯 哎呀说到这个Niko也是 他来这个工作了几天啊 一个星期不到吧 好像也啥都没学会的感觉 让他打包吧 哎呀他一打包就问你怎么打 一打包就问你怎么打 你之前教了他的东西 他到一会儿跟他打包又不会了 什么都不会 就他工作了七天可能就把账给了结了吧 但是他真是在这什么都没有学会 我真的觉得他们两夫妻能在一起是有原因的 嗯 他们俩实在太像了你知道吗 嗯 因为那个有一天Niko跟我说 他老公被诊断出来有人格分裂症 嗯 然后他在家中也有经常遇到这种事情 就是跟他老公聊过的东西 他老公可能就不知道有这件事情 哇 然后就像Niko他是属于可能早上来的时候 打包还稍微好一点 你教他东西他能学会 对 到了下午他就开始这个也不知道该怎么放 那个不知道要不要放topic 对 这些东西我就觉得 而且特别是在你也在忙的时候 嗯 他就不停的在旁边问你 我觉得很恼火真的 我忍住不想发火 但是他这个状态我觉得根本就不适合来工作 你知道吗 对那天就是我有一个这么长的单子 我就一个一个的打包打包 然后他我就给了他一个小小的单子 他就问我这个是不是要装袋子里 然后我就不想理他我就指一下 然后后来他又问我这里面有没有索性 我就火一下就蹭上来了 但是我也没吼他 我还是耐着压着我自己的火气 我就跟他说 我说有没有呢 你要自己去看 我在忙我这一整张单子 如果我要分出心思来管理这个单子 那我这边就容易出错 你自己找好吗 好好行 咱们不能再这么这么细的聊了 没时间了 再聊一下这个美根吧 美根是这么多员工里面 我觉得应该是能力最强的了 对 19岁 这女孩挺聪明的 对 她学这个打包还有这个接电话 都学得很快 上手非常快 那我们就是教她两下 她学会以后我们就不再管了 对 这种的话就学很快 让她自己上手 而且我们对她的这个工资 也给的相对来说 以前就高了 这是很正常的嘛 对 然后还有这个Medicine 这小女孩师父 那她就属于这种太懵懂 有点啥都不太会啊 她可能到这也是想磨练 锻炼她自己 再顺便挣点钱吧 也是教她什么 哎呦到现在两个星期了吧 啥都没学会 基本上 对 她每天来的话 也就四个小时 四五个小时这样 教她什么下雨 马上忘 教她什么 一定不知道怎么做 然后每一次都问你 是不是该这样那样 然后这么小的东西啊 就一点蟹脚 一点春卷 她拿个这么大袋子给你装 还问对不对 你觉得对吗 对吧 你肯定拿一个合适的东西 就这女孩还是年龄太小 还怎么样 她不是很聪明 对 说起她我觉得我还是有得说的 因为我是挺喜欢她 刚开始 因为我觉得她其实长得挺可爱的 然后眼睛大大的 有点像那个邓子提 对对很像邓子提 对对很像邓子提 对然后挺漂亮的小女孩 对 身材呢就是发育过早了有一点 因为她15岁的话 她已经跟她男口同居两年了 哦 但是她蛮听话的 就是你给她说什么 哦好好好 就也很胆子比较小那种啊 然后也很很温和 就是很性格很慢吧 我觉得 她是这种慢性子的人 所以她不会被人发火啊 然后对 最后呢她就是属于 九月份开学了以后 还可以过来做兼职 那这个的话可能能帮到餐馆吧 毕竟我们到时候已经离开了 她能来做兼职也不错 她毕竟现在好像接单还行 打包是完全不行的 就是还是多给她时间吧 因为你看 毕竟小艾瑞当初 我们用她的时候 也是用了很久 花了一年的时间 才能够让她独立去做这些事情 对 然后这小女孩给她点时间吧 反正我也是耐着性子 就是尽量的温和的去 教她要怎么做 因为我有时候一忙起来 也挺急的 深怕吓了 对 我对他们这些员工都尽量就是温和一点 因为我知道有些像以前洛杉矶啊 这些餐馆那些人都是脾气特别臭的 不太好啊 现在洛杉矶那些 有些餐馆那些人确实素质很差的 好了 行了 咱们又废话了那么久啊 就是跟大家闲聊一下 其实也不是废话 其实这些经验我觉得还是蛮有趣的 是不可多得的 对 不管是我们在工作过程中的经验 还就是跟所谓的员工吧 怎么去沟通 怎么去交流 怎么去更好的促进这种关系啊 工作关系 也是一种交流吧跟大家 对 行吧那时间其实也到了差不多 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吧 那其实我还是有一句话想总结 就是人生吧 你看来来往往这么多人 聪明的人他还是占少数 所以我们所有的人面对生活的时候 还是要多有耐心 不是说所有人就像你一样 或者是能够理解你的想法 对 我觉得是大家互相之间多包容多理解 这个就是今天这期我想说的话 好行吧 那今天就到这里吧 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